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国务院发言人今天表示 至少有22名美国公民在以色列死亡 发言人说 我们向受害者和所有受影响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对此以色列官员称 官方正在进行谈判 以允许美国和巴勒斯坦的平民在以色列陆军推进到加萨之前 离开该国进入埃及 根据正在讨论的提案 所有美国公民只要出示美国护照 就可以通过以色列和埃及的过境点 而对于巴勒斯坦平民来说 每天的通行人数将限制在2000人以内 而加萨地带被连续被轰炸第四天后 根据巴勒斯坦官方的说法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100人 受伤人数则超过了5300人 以色列也同时下令对该地区进行全面围困 包括停止电力食物水和燃料的供应 对于当地的平民来说 尽快逃往埃及是求生的最佳选择 自从哈马斯突袭 以色列以来该国与黎巴嫩的北部边境也并不太平 那里的摩擦导致激进组织珍珠党的三名成员死亡 迄今为止 该地区的暴力事件遵守了所谓非正式的红线 近年来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但其日益加剧的程度引起了外交官员们的警惕 他们担心伊朗支持的珍珠党可能会全力投入战争 将战火继续扩大 珍珠党的武器比哈马斯强大很多 其中包括不少精准的远距离飞弹 其领导人声称可以达到以色列境内的任何地方 不过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早上发表的最新声明 至少目前来说战火没有从黎巴嫩渗透到以色列的迹象 至于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众议员施卡利斯在一次无机名的投票中 赢得了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的提名 最终得票数为施卡利斯113票 吉姆桥丹99票 这让施卡利斯赢得了最终议长投票的资格 接下来众议院就可以进行全体投票 施卡利斯需要217票就能正式成为新的议长 但目前尚不清楚全体投票会议在何时举行 如果进展顺利 那么今天就能得到答案 不过也有可能会出现延期改到明后天再另行召开 三年前阿富汗的西部发生大地震 造成1000多人死亡 今天在当地时间清晨5点多 同一地区再次出现6.3级的地震 至少造成1人死亡利用100多人受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 在阿富汗地震中丧生的人群90%以上是妇女和儿童 施发地赫拉特省神章表示 损失极其严重 许多电话和电源线都被切断 探子失误和其他物资也面临短缺 不过由于此前的地震很多民众的房屋被毁 因此都选择了露天睡觉 所以造成的破坏力远不及周六的那场灾难 由于阿富汗正处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的交界处 因此在栓卖地区地震频发 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 想要重建家园将会是一个困难又漫长的过程 请继续收听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